最近娱乐圈平静到有点无聊 除了又臭又长的与S一家同行又出新番 另外就只有赌王家清朝而出 为酒店博宣传算是个热点了 梁安琪和何超穷亲密合影刷屏 大家关心的除了二房和四房关系突飞猛进之外 还有另一个点 右边这个短发女子还编个 点解曲同赌王家族甘淑 哈 说到她 小编肚子里的八卦一螺空 她也是港圈名院出身 和和超穷算是从小就结下的友情 但这些年走很近 完全是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人 什么圈 Less了 有小伙伴不懂Less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姓别女 姓像女了 和超穷和如今的伴侣余称在一起已经十二年了 他们身边也有一众同好好友 这次出境这位叫赵世之 家族财富百亿 在动辄千亿资产卧虎藏龙的港岛 赵家排不上前五世 但赵家从上到下的狗血故事 吊打各大千亿豪门 连安琪生日当晚 赵世之带着她的现任恋人GW一起入住范思哲酒店最豪华客房 两人大大方方晒合影 拍酒店开箱 坦荡荡地分享幸福和喜悦 要命 要知道赵世之曾经和另一位豪门太子女杨如新 举行过轰轰烈烈的豪门婚礼 杨如新被称为波尔表太子女 传媒一度纠结这二位到底哪家实力更强 2012年赵世之和杨如新低调成婚 用行动做事强强联手 可是短短几年后 赵世之就因为移情别恋和杨如新离了婚 如今这位GW是赵世之小学同学 某次圈内聚会时 他们惊喜相认 后来越走越近就 这些人的感情世界怎么这么抓吗 赵家是传王家族 家中第三代的女孩子都非常有个性 赵世之堂妹赵世明 是如今家族企业继承人立志女传王 一个家族出了两位女性继承人 赵世之老父亲 是香港最有名的花花公子 一生没有娶妻 女友多到数不清 这么一个完事不公的男人 却无法接受女儿只爱同性 年过八十了 还在张罗着悬赏舞一招女婿 女儿赵世之激烈反抗 都被老父亲无视 据说老父亲收到了两万多封应征信 他花了大功夫去读 读完发现没有一个好货色 于是把筹码增加到了十个亿 女儿天天在媒体上公开表态 只爱同性 没用 玩弄女性一生的老父亲 坚信只有男人才能给女人幸福 太惦了 这位豪门老父亲的脑回路 重男轻女到了极致 但你又不能说他不爱他的女儿 今天干脆来讲这家人的狗血故事 关于赵世增在富豪圈的地位 口说无凭 只要寄出他的朋友圈 大家就一目了然 这群人竟然敢做一部游艇出海 要是有点意外那港岛富豪圈 简直全军覆没啊 赵世增老爹赵从眼是49年前后 背着金条逃到小渔村香港的那批上海有钱人之一 赵家的家族企业是华光船员 赵从眼曾和董浩云 包玉刚 曹文锦并称香港四大船王 赵从眼有四个儿子 赵世增排行第三 大哥赵世光也是花花公子 大嫂是被封最狠阔态的和莉莉 熬岛小三送别老公最终继承了70亿家产那位 赵世增的个人能力很强 但他生性太过风流爱玩 不入老父亲法眼 没关系 赵世增从小特别擅长和女性相处 老母亲尼亚镇特别偏心他 因此 老妈出钱让他去英国留学 学成归来时 因为家族企业里的位置已经被占得差不多了 老妈又出钱给他投资了卓能地产 实业运业 随着香港经济风云变换 赵家其他的兄弟一心宅斗争产 反而让赵世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越发壮大 毕竟他是和霍英东 李嘉诚同期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富豪 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和工作狂李嘉诚不同 赵世增赚过钱之后就开始享受人生 他自称一生交过上万名女友 这惊人的数字 小编忍不住算了笔账 以至赵世增出生于1936年 他今年88岁 就算他从18岁开始谈恋爱 共计70年 他每年交往142名女友 平均2.5天换一个 嘖 如此烂交还如此骄傲 能在情场上无往不利 因为他的条件确实好 赵世增家是好 朋友圈强大 自己有钱还长得帅 你说这手牌是不是王诈 赵世增一生 有两亿女 三个孩子三个吗 长子赵世昊母亲是蔡珍妮 蔡珍妮小名盈盈 他比赵世增小17岁 据说他和赵世增交往时间短暂 就是这短短的几次来往 就有了儿子 赵世昊出生前 他们已经分手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共同养育孩子 赵世增的小儿子 是他56岁那年生的 母亲是每月混血美女 特利霍拉迪 特利比赵世增小30岁 1992年 赵世曾斥资5000万 出动四人游艇和直升机 向特利求婚 李嘉诚都来给损友撑腰 这场海陆空三管七下的求婚仪式 给了特利极大的安全感 他同意结婚 并且很快就怀上了儿子 谁知海王就是海王 特利生了儿子后 赵世增就不提结婚的事了 美人也不是吃素的 1995年提出和赵世增分手 赵世增欣然答应 虽说赵世曾有两个儿子 可他最疼的还是大女儿赵世之 赵世之和老父亲长得实在太像了 他简直像赵世增单性繁殖的后代 他老妈是TVB女星姚伟 1977年 41岁的赵世曾看上TVB女星姚伟 为了追姚伟 他千方百计混成了TVB老板邵义夫的朋友 面对赵世增的追求 姚伟没有太多考虑就答应了 两人交往两年后 姚伟发现自己怀孕了 同时他也发现赵世增没有丝毫结婚的意思 甚至还质疑孩子的血缘 姚伟也硬气 什么也不要 搬到家里破旧的老房子居住 非要证明自己对赵世增是有真感情的 不是为了钱 女人真的傻 就是女人尤其傻 他过着很辛苦的日子 赵世曾未表示体贴 把女儿赵世之接走了 美其名曰帮你减轻负担 大哥要你负责 不是要你抢孩子 赵世增这个人头脑极度精明 他对人数众多的女友扣门盗报 有女孩吐槽他 过年包七百块的红包 去年也曾拍到他带着年轻的女孩出去玩 连续三次那女孩都穿同一套衣服 带同一个包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女生暗示他该制装了 赵世增不会买 如果要去中药 他会拿珠宝给女生带 但带完必须贵还 赵世增的理由也很充分 我家的珠宝都是我母亲留下的 有纪念意义不能拿走 总之从他手里捞不到任何好处 偏偏他只需要缓缓钱袋子 就有无数女生愿意跟他混 他的前女友军团 令人叹为观止 赵世增的三个孩子吗 都有个共同点 有骨气 他们只要求赵世增抚养孩子的钱 自己一分钱不说 尤其是姚伟 他为了要女儿赵世增的抚养权 卖掉自己名下一栋楼 和赵世增争抚养权 可是嫁不住女儿成年后 还是会选择回到富豪老爹身边居住 这不怪谁 这是人性啊 用赵世增的话说 结婚要办婚礼 我结婚一定要有排场 婚礼办了之后 万一没几年老婆跟我离婚了 离婚是不是就要分家产 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他跟我结个婚就要分走一半 不值了 用渣都不足以形容了 赵世增最肯花钱 就是在大女儿赵世增身上了 赵世增一身硬货 名校毕业会开直升飞机 在董事会上发言头头是道 早就被赵世增清定为集团继承人 但这个渣了上万名女人的老头子 偏偏对女儿的婚姻有执念 他一定要赵世增找个男人来爱他 尽管赵世增说了八百遍 我爱女人 小编总觉得赵世增只爱女人这件事 他的父母都有脱不了的干系 从小目睹 亲爹每天带回来的女人都不同 搞了一艘游艇命名为 海上乐居 夜夜圣哥就算了 还非要女儿一起去剪彩 母亲一直就很怨妇 不断向他灌输男人不可靠 你吃亏后 他们可能会不理你 你一定要自爱 不要胡乱认识男朋友或者有任何性行为 赵世之13岁时就意识到自己的不一样 他第一时间告诉了妈妈 妈妈摇尾完全不能接受 他用头撞墙嘴里喊着 这不可能 赵世之自己都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 还要安抚妈妈 不是你的错 有那么一段时间 赵世之不知该如何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他选择远离家庭 在国外念书 在烤肉店打工 老板看他做事努力又沉默寡言 猜测他家境贫寒 于是特意恩准他把厨余带回去吃 呵呵 但也能从侧面反映赵世之的情面和踏实 可是他的老父亲 却一直要求他改邪归正 赵世增一生乱七八糟 到头来 女儿遵循正常管道 和同性恋人结婚 他打死不认 赵世曾说 他没有结婚 少女也好 哪个都好 我不认识这个人 然后他实时宣布 五亿港币全球争讯 少女就是赵世之前妻阳如新 明明也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和 却因为性别被嫌弃成这样 为了争取到父母的认可 赵世之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父亲 我知道您很难明白 我为何会爱上一个女人 我想我也不能解释清楚 但爱情就是这样敲尽温柔的到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还是深深相爱 好感人 赵世之说的相对狠的话是这句 我的遗憾是 您不知道我有快乐 好在我们都不需要批准对方各自的恋情 这表达能力 简单的几个字该说的都说到位了 这封信之后 赵世曾依旧没有认可杨如新 但他宣布女儿赵世之 成为自己百亿帝国接班人 怎么讲呢 人心是最难揣测的部分 赵世曾明明有儿子 但他坚持任人为贤 女儿更有接管集团的能力 可是这么有能力的女儿 却要花十亿找个男人来娶她 赵世之和杨如新的恋情 于2014年结束 明镇局为整场故事添上了最抓码的结局 他们说 婚姻并不合法 因此不需离婚 老天编制场戏 那天一定是创作灵感爆发 剧本高潮迭起 好消息是赵世曾现在已经接受了女儿的新伴侣 故事有个大团圆结局 但是